Hello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大家看我的嘴 看我的嘴 干的 这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形成一个勾了啊 每天早上起来嘴上全是雪 我第一天发现的时候简直吓我一大跳 这冬天现在太干燥了 然后呢 我就想着在我卧室里面啊 买一个那个加湿器 然后呢正好卧室里面也没有那个空气凶化器嘛 我就想买一个一体的 然后来开箱一下吧 今天这个开箱我就到我卧室来开了 你看我这个客厅 客厅东西已经堆的 真的堆的太满了 已经放不下了 我们今天到卧室来开箱 我这个空气凶化器我买了已经快 半个月了啊 一直没开 今天把它打开吧 我们一起看看 镜头切过来 卧室 买的这些东西啊 不用 就可惜了啊 今天又是一个旗舰 最顶级的产品 大金 这个牌子大家应该很清楚是吧 做空调做了 好几十年的一个元老品牌了 这个是 七零的 也是大金的这个带 双流光能的旗舰的机器 我们换个角度开始开箱 OK OK 拿上 祖传的陶瓷刀啊 这第一次大家看我在卧室里面啊 真是我的卧室很干净啊 啥也没有 就一个床 那边有一个 下腹的一个暖风机 风扇 这个机器的型号是什么呢 ACK70X 这个机器实际上是2021款的啊 就是上一代的产品了 今年新的话呢 它变了一个那个造型 变成一个 哎 比较高的一个正方形了 这个呢 还是传统的这个样式啊 但是这个机器呢 有非常多 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啊 我们就边开箱边聊 我为什么买这个呢 大家看我之前的视频啊 我开箱了一个那个日丽的NVG90 就是他们家 日丽最顶级的一个机器 那个机器呢 我放在客厅了 太大了 然后呢 我用了一个月 我就把它寄回到国内了 因为我们家小孩 我想着就给他 用了 因为我自己家的那个空气净化器 我自己松下那个已经用了比较长时间了 富士通的那个呢 它会喷灰 因为它是那个电气集成的 所以我把那个日丽的那个机器拿回去了 现在我家呢 就没有 这个是说明书手册 这么厚一本 不看了 我就把那个机器寄回去了 我家就 我日本这边就没有那个空气净化器了 我这个买的呢 主要是想握使用的 但想着反正要买就买旗舰嘛 我就直接买了它最大的七零的 这个可以管多少 七零的话相当于按空调的 按空调的空气循环量的话呢 相当于就是 三匹的空气循环量 相当于三匹的空调的空气循环量 可以管 差不多 四十多个平方的 我这个卧室可能才几个平方啊 所以 就一步到位了 这个光线看着好像不太好 是吧 我还是到客厅去吧 到客厅去看一下 OK 现在到客厅了 这边光线要好一些 OK 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吧 这个机器特别重 这个我看写的好像16公斤吧 反正挺大一个的 哎呀我的天啊 这又一个大家伙 打开打开 今天晚上睡觉 往前点 把镜头变焦调一下 这样合适 今天晚上睡觉就 终于能够湿润一些了 哇塞 太帅了 哎呀 空气净化器 撕磨撕磨 一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机器有哪些产品的亮点 也是我买它的原因 因为我选这台空气净化器加上这个加湿的功能啊 我主要的出发点是它的加湿 当然它的空气净化功能也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然后选这个加湿的功能 我真的纠结了好久啊 因为日本的加湿呢 它有一个产品是那种就是蒸汽式加湿 就是烧水的那种那个是向印的 那个机器呢我一直想买 最后没有买 因为我这个屋啊 日本的100伏的电压 它的电流是30安的保险 最高就是3000瓦 3000瓦的话有一个问题 那个加湿器它一时烧水的 它的功率就是稳定下来功率就是600多瓦 峰值1000瓦 我如果在电饭堡煮饭1000瓦 我再开个电视 这个8K的电视是600瓦 如果我用那个夏普的电炖锅 我炖个菜 然后大家知道我家是没有气的吗 我如果再用那个电磁炉 再炒菜的话 我家这个电闸就跳了 因为它最高功率就只有3000瓦不到 所以说呢没办法我就不能买那个 那个蒸汽式的加湿器 然后我就选了另外一种就是 只能选这种了 这种就是挥发性的 发散性的 就是通过这个水的这个滤网 用这个气流来吹它让它来加湿 这个加湿的话 一个小时的加湿量有700毫升 对700毫升就接近于一升了 就还是 比较不错的 完全满足了 完全满足我那个屋子的那个 哎呀这好多贴纸啊 天啊 这个是水盒 但是这种加湿器呢 这这种加湿的功能呢 它那个滤网啊 它是一直在吸水 所以说呢 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发臭 这个就是我考虑买这个机器的原因 这个机器里面它有一个 那个滤网 带了银离子 但是像银离子很普遍了 但是 大金的这个银离子它是永久不需要更换的 这个确实做的比较牛逼 第二一个呢 就是它的那个水盒 它的那个水盒有一个 它跟小林制药 日本的小林制药联合研发的一个那个 一个那个永久抗菌剂的成分在上面 它的有效时间可以达到10年 就可以让那个水不变臭 这个就是挺好的 然后它当然它空气净化的功能 那就是 非常非常牛逼了 哇天啊这个怎么这么多这个贴纸 我们先把它打开这个滤网 打开 打开以后 看到就有一个 双流光能 这个是大金空气净化器 包括它的空调产品里面的一个核心技术 流光能 流光能的话呢 它可以净化它的这个 就是加湿的水汽 并且呢可以把空气里面的所有的有害物质 基本上全部消除 除了放射性物质以外 这个流光能是非常先进的 大家可能对这块不是特别了解啊 因为 呃现在的空气净化器呢 就是发散发散式的 这个除菌的主要就是夏普和这个 松夏夏普是plasma 松夏是nano X 今年最新的旗舰已经达到了48兆 的这个释放量 然后plasma的净离子群是5万 但是这个呢 它呢它不是通过发散式的 它是在机器内部通过流光能 来直接进行一个 去菌 但是这个机器它没有那个滤网自清洁啊 夏普的那个是有的 这里面怎么这么多呀 我的天啊 这个呢 这个呢是它的那个 除这些有害气体和去除异味的这个 滤网 里面可以看到那个水水盘 这个水盘也是跟那个小林志要联合开发的 然后呢 这个机器呢 还有一个 亮点就是我考虑这个机器的原因啊 放在卧室 因为卧室的话 就人体的这个皮屑啊 这种成分还是蛮多的 还有就是你平常换衣服产生的这些 细微的肉眼看不到这些灰尘啊 这个滤网呢 它也是high排滤网 就跟一般的空气净化器一样的 但是大金的这个滤网啊 是跟那个日本三行大学 他们联合开发了一个次世代滤网 就是达到10年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滤网的这个 静电的这个有效性啊 都可以达到95%以上 这种叫静电滤网 就叫high排滤网 什么概念呢 就是 空气它从这吸进去脏的空气 空气过的时候呢 跟这个滤网进行摩擦 它就会产生静电 静电来捕捉这些 颗粒灰尘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随着它的这个 灰尘的密集啊 它的寿命会大打折扣 虽然说现在空气净化器 基本上是10年的滤网 但是后期的时候 它的性能衰减很明显 这个的话呢 它就不会 它呢这个 灰尘啊 它只会吸附在这个滤网里面的 纤维的那些 就是线条上面 不会堵塞它的这个孔径 就是它的孔一直是通的 这个就是 山形大学的这个材料学啊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是吧 它跟大金 联合开发的 刚才我们摸的那个 那个碳的滤网 还有一些 碳灰在手上 好 然后这个呢 就是没有自清扫了啊 就 只能手动自己拿吸尘锡来吸 把它装上 这个流光能的话呢 这个流光能的话呢 它也是 呃 基本上永久不需要更换 10年 而且在所有的空气净化器里面 它的杀菌的性能是最强的 现在的日本的空气净化器能够 对这个 现在的这个叫 奥米克戎 就是奥米克戎 新型冠状病毒 直接进行灭活的 现在日本只有两个品牌 就家用产品里面 一个是大金 还有一个就是夏浦 夏浦的话 只有那个5万浓度的 就是next Plus 才能进行一个灭活 还有就是这个 像松下 还有像这个 别的品牌的话 它是没办法对这个 新冠病毒进行灭活的 这个是可以的 啊 就是它能够对这个 我们说话的一个飞沫 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灭活 把它装上 还是挺帅气的 这些设计 挺棒的 下面我把它装上水 我们开机看一下 OK 水已经装上了 然后这个 这个流光能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到那个 大金的官网上看啊 它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呃 我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它其实主要就是一个 通过它的高放电 和它的一个特有材料 来释放出这个 流光能粒子 然后呢 流光能粒子呢 它的这个 这个在空气里面的这个温度啊 它有 多少度啊 几千 但是它是一瞬间啊 它就消失了 它就是通过 这个东西 这个流光能 它里面有那个很多的那个 电机材料 这个电机材料 它不是普通的金属啊 它是专门的 它自己研发的一种材料来释放 好 把它装进去 通电 然后这个机器呢 它是有那个WiFi的 然后如果你家的空调 是大金的话 就是日本地区的大金空调 的话 它这个机器能自动发现你的大金空调 然后跟你的大金的空调 进行一个室内的一个空气联动 然后也有WiFi 可以手机来查看 现在的情况 比如说你晚上的时候 它的加湿的功能 水没有了 你要关掉这个加湿 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操作 不用起床了 我们现在把通电看一下吧 我在卧室用这个机器 看看吧 通电 现在的 空气质量都是没问题的 是吧 能显示这个异味 PM2.5 还有这个垃圾情况 然后这个是 流光能的标志 这个流光能 这个是双流光能 然后顶上的话 风量 现在是 自动风量 可以选择成 节垫 花粉 去除一些 油 手动调节 把家室打开 OK 开始了 这个是一个 自动 整个操作 还是蛮简单的 是吧 我买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机器呢 它也是目前啊 在 在七零机 就是 大型的家用空气净化器里面 它的销量是 目前的第一名 总销量是夏普 但是大金这个七零的机器是目前 同级别里面 销售最好 好吧 总体呢 就是 这样一个情况 今天晚上 终于 不用那么干燥 现在就是 一大堆的 地上一大堆的垃圾 等着把这垃圾清理一下 给大家看看我的这个 另外一个屋 这个屋是仓库 全是垃圾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